10月27号,熊熊燃烧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圣火即将熄灭 此次赛事共有109个国家的近万名运动员参赛 近百项国际军体记录被打破 中国队也取得了超100枚金牌的辉煌战绩 赛事之外,一幕幕感动暖心的场景频频上演 也使军运会赛场更加温情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回溯武汉军运会历程 看看赛场内外的哪个瞬间最打动你 10月22号,武汉军运会田径比赛 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开赛 在当晚进行的男子残疾人400米IT1决赛中 七名残障军人登场比赛 这也赢得了全场掌声 这些负伤致残的军人们被称为刀锋战士 赛场上,他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场景 感动了无数观众 10月23号,武汉军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最后一轮 在武汉大学进行 比赛现场,几十名身着制服的军人形成小方阵 他们挥舞国旗,齐声高喊,中国队加油 每战结束后,中国队的运动员都会与观众其商的战友互进军礼 这一暖心的互动瞬间,也引发了现场球迷的振振欢呼 海军武象自10月23号开赛以来 在四天的赛程中 首次组队参赛的中国最强水兵 包揽了本届海军武象赛事的六枚金牌 海军武象是国际军体理事会继军事武象、空军武象之后 创立的第三个全能型军事特色竞技项目 由障碍跑、救生游泳、实用游泳、航海技术 两期越野五个项目组成 10月20号,武汉军运会水上救生开赛 水上救生是军运会的特色比赛项目 不仅要求运动员的游泳速度 还要求他们的施救技巧 观赏性极强 水上救生项目旨在强调防止溺水 促进全球救生服务发展的理念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每年溺水死亡的人数高达36万人 10月19号,武汉军运会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 在武汉东湖绿道进行 作为包括公路自行车、公开水域游泳、马拉松、翻船等四项单项比赛的赛场 武汉东湖因其优美的湖光山色和浓郁的人温气息 被不少网友和市民称为最美水上赛场 东湖绿道也是中国首条城区内5A级旅游景区绿道 武汉有着大学之城的美誉 自此军运会众多武汉高校学生报名参与到志愿服务中 2.6万名赛会志愿者统一以小水山为昵称 他们在每个场地上心情忙碌服务赛事 小水山也用他们真诚的服务、热烈的情绪、洋溢的笑脸 刻画出军运会赛场上的最美表情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称为是非ので 发展判判判判判划 中文字幕称为最美表情 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